大家好,修手记者一管没毛病啊 这个是一个湖南粉丝技术的OPPO Reno ACE啊 然后它这个是摔了以后 屏幕坏了啊,屏幕坏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先看一下是哪里坏了 它这个整个屏幕看上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我们仔细一看 用显微镜看一下啊 好,我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啊 它上面裂了一点点啊 就直接就黑屏了啊 像这种屏幕啊 三星屏也叫冷光屏啊 这种只要裂了一点点 它直接就会黑屏掉啊 这个就是三星屏的一个必当 它不像背光屏裂了 它不会直接黑屏掉 它有亮光啊什么的 花屏啊什么的 好,接下来这些都被我拆了啊 然后摄像头也保护好了 我们尽量保护好摄像头 因为它这个摄像头非常新 然后我们马上准备给它更换 原装屏幕总串 马上开始啊 好,经过一个小小的拯救啊 这个OPPO Reno ACE啊 那个全部修好了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啊 它这个啊,粘得非常 不管修完以后啊 后盖都粘得非常稳啊 然后摄像头啊 擦得非常干净啊 这些细节 很多人不注意这些细节 然后屏幕也粘得非常的严实啊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那个指纹啊 因为它这个屏下指纹的啊 它这个是换原状屏 必须屏下指纹要能用啊 才是真正的原状屏 要不然你没法用 就不是原状屏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指纹直接描解 描解啊 然后我们测试触摸啊 触摸看一下 触摸一点问题没有啊 这种原状屏我就很放心了啊 游戏啊什么的 随便玩都没问题的 但是这原状屏也是很贵的 有点小贵 官网是780 然后在外面嘛 稍微便宜啊 以后你们如果好的手机啊 尽量有钱的话尽量换原状屏啊 因为原状屏它只会有 比那种组装屏 因为它这种背光屏的话 如果它不不换原状的 它就换成那种背光的啊 它这个刷新力啊 什么各方面 你会觉得玩游戏 没有原状的那么流畅什么的 好 我们就录到这里啊 待会等待客户付款发货 感谢支持啊 游戏要换原状屏的 还是组装品 组装品我这边是用品牌的啊 不是那种市面上非常差的组装品 你们都可以联系一个啊 双击加关注哦